好 回到第三次的啤梨晚報 這一件事 我也未會很柯澤過司機 之餘我又柯澤過司機 為什麼呢 你看清楚一點 其實是個男客下車 女客根本一隻腳都未落地 還未碰地 他已經準備動了 即是說在司機的聲音上 他沒有為意有另一個客人下車 這些情況為什麼我不會太柯澤他呢 有時候是真的會這樣的 我都試過一兩次 我以為我媽媽下車關門了 沒有為意就開車 我媽媽那時候還在 都掉了 有時候真的會分心 我不覺得他有心 但問題你是這個職業司機 為什麼又說柯澤呢 職業司機 你是看著的 做人是你看著那塊鏡子 就是這塊後鏡子 都看得到的 你是等客人下車 有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不是一鑊 我相信每一行都會的 行家 有時候坐在一起聊天 也試過 真的很慘 有個女生 拿著頸巾被你夾著拖行 後來都死了 你是不是真的要看一塊鏡子 看清楚 他按三門鍵的時候 你都會看 你會看的 是吧 你根本老實說 他都沒有 他想著 他的習慣不好 他可能是沒有按三門鍵 為什麼呢 他有一些 一給油 開車才按 開車才按 因為其實門都會 你會看得到的 你會看得到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沒有可能這樣 加上去揚長而去 為什麼 他都不知道 這個一定是老危 對 我經常覺得 我中線下車 下車 不拍下去 他們更加要急 不大問題 其實中線下車 不拍下去 所以我們開車 看到巴士、的士、小巴士 永遠都是 其實你下車也危險 下車去中線 你不要說 那電單車 電單車 由時有些人送外賣 它突然間很快 突然就捐出來 是吧 你不要說真的 每一個行業 它有那個 起碟都有道理 你現在 小巴 說真的 你沒有了幾十萬人之下 你很多時候要靠多一轉 去賺錢 要跑數 那個危險就越來越大 我跟大家講過 有些網友不知道 每一行有很多秘密 如果你真的相信 叫你的士佬 找幾千元 一間 一個月 或者小巴佬很淒涼 那你就真是 很淒天真 當然現在又真是很淒涼 但是 到了他們說的情況 我又有另外懷疑 但是你說當日 好像我的老友 那樣 大埔去元朗 大埔去元朗 大埔 什麼什麼什麼 青山道去元朗 大埔 一日 四五千元 正代 你真的沒有人知道 這些 現在我可以說 譬如你說 最先使的條線 旺角去 觀塘 如果夜間 兩三差事一晚也一定有 不是做兩三差 是給了租 給了陀地 給了什麼 你一個月開足工 就是七百皮 這些數 現在當然沒有了 為什麼 沒有夜生活 這是關鍵的 好了 這件事真的太好笑了 本來他不應該在第三節說 應該是後些的節數 但是沒辦法 我一看見 本來我甚至不想說 因為我不認識那些人 但是 before that before 我講這個美美道來 我先喝個寶寶茶 嗯 嗯 我馬上覺得自己 吸收糖分也少了 吸收了 又未至於 減肥就是喝泡泡茶 但是如果真的要對付糖尿病 都不禁要喝這個石盒茶 好了 喏 啊 星島申訴王 那我其實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讀過很多次 我想類似東張西網 那事實上呢 政治的事情 你就不要想申訴了 有些事情 其實現在東張西網 或者這個星島申訴王 其實都幫到手 畢竟呢 大機構啊 或者很多人 你始終 喂 人怕出名豬怕肥 所以匯豐和我那件事 我看看發展情況 如果有一天 得不到我滿意的 的答覆呢 那我在想 我在想 我在啤梨晚報呢 那個影響力又不夠大 但是如果我 不是在啤梨晚報做 我一二三去東張西網 或者去新島申訴王 新島申訴王 這樣就不對了 那我自己獨立 讀家新聞都可以 上去 都可以的 但如果我在啤梨 你自己又做 OK 即是先讓別人來做 先讓別人來做 我相信 大家一定會很樂意 會 因為這件事真的很離譜 我想匯豐股價會跌 因此而 這麼厲害 趕快要上啊 很簡單 我講一點點 我將卡被人 我將卡報失了 報失了幾個月 他還給我新卡 然後他有一條數 要我負責 只是這裡你怎麼說 都講不通 好 我報失了這張卡 幾個月後 你要我負責 講不通 是負責 我五月報失這張卡 他要負責那張卡 8、9月的數 這麼離譜 他夠膽叫我負責 那裡很厲害 我五月報失 一個禮拜後 他給我那張新卡 現在他要我 如果他要我負責 我將卡在五月 我報失之前的數 我還要有一段時間 不是啊 是要我負責 我報失之後 在八月 九月的數 那張卡是沒有轉的 卡尼巴沒有轉 卡尼巴沒有轉 我新卡尼巴又轉 他在我新卡 戶口裡面 還給他們舊卡尼巴那條數 要我負責 當天我馬上拍桌 他那個 那他也不能回答我 然後沒有人能夠回應我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 其實我不應該講那麼多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話 你自己選擇吧 總之我不肯來 總之我自己發盲 我用報室來做什麼事 他建議我去報警 我報你老母 我報你老母 現在我要報警就是會風騙我 撿下去 你來不離譜 我五月報室 講出去講不通 然後你要我負責我報室後的數 還要是 五月六號報室 五月七號的數 你都說可能我出鼓劃 不是 是八九月的數 還要是說 你老母 好想多皮 不是一百幾十 你有沒有這麼微譜 我們不如在惡人熊那裡拿吧 這樣很麻煩 他沒有人夠膽聯絡過我 現在兩三個星期不知道怎麼想 他還要報警 你還要去報警會不會麻煩 我報警說你會風騙我 肯定他不是騙我 我告訴你 他不知道做錯了哪一部分 因為現在是AI 對吧 我也不覺得我會出事 要不然我報室來做什麼事 你那裡很糟糕 我報室了之後 他有一張新卡給我 有新卡號碼 我就是 有一次 老實說幸好我看 我不看的 你收我幾筆東西 我是不想過 因為我過月都這麼責任 還要閉上眼罩 突然看到 你老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外國公司 你還要八月 八月 我都沒有去過 你老母,靠我幾筆東西 即是外幣 當然港幣計算幾筆東西 然後用我付錢 我說你 然後我馬上打碼去 我找他來發洩 真的挺可憐的 好了,這件事很好笑 我升到新數王 我遲早 如果搞不定 不過我懷疑他 可能側側博 當作沒有事情算了 我不行 我死了 不過我真的很失望 老實說 如果又要我報警又要我性 以我的性格 我是會怎樣呢 正常來說是具理力爭的 但以我的性格 我可能給他幾筆東西算了 但是我老婆就堅決不肯 那我跟我老婆說 你不給 如果你跟我搞這件事 你不要用我搞 因為我的時間我不知道 如果我搞這件事 你也知道當然不給 我不知道要找幾筆東西的 你浪費了我的時間 所以我說你跟他搞 但是老實說 你老婆你太離譜了 如果我把這件事詳細說 更離譜 你們更加覺得 總而言之很簡單 報失後 5月報失 一個星期後給我一張新卡 有新號碼 然後在新卡的Statement裡面 8月 就說在8月15號致帳 是舊號碼 拆了卡 拆了幾筆東西 然後用我給 還要在外國拆 你真的當我卡嗎 卡像嗎 那我報卡來報失 你幹什麼 真是神經病 好了 這件事呢 很有趣 有一個人叫阿Frank 他懷疑自己跌入這個歌手 韓子亮的情編陷政 OK 他就指控這個韓子亮 首先我們看這個阿Frank的相片 好 阿Frank 發蘭卿 OK 情編陷政 這個呢 就是阿Frank 其實他有片的 他呢 說話是比較陰柔的 其實簡單來說 是那形 OK 旁邊那個應該就是 星島申訴王那些工作人員 記者之類 OK 好了 歌手韓子亮 首先呢 對不起 I have never 聽過這個名字 沒聽過我 你有沒有聽過 你懂不懂韓子亮 這個名字我聽過 我不知道 韓子亮我都不知道是誰 OK 我們看看韓子亮 我有幾張照片 這個 咦 男還是女 這張應該是年輕一點的 是 是 是男歌手來的 OK 你怎麼看都像女 這張像女 是像女 OK 韓子亮 我們先回來 唉 這件事真是坦白可笑 喏 今次懷疑中伏的事主 阿Frank 懷疑自己跌入歌手 韓子亮的情片陷阱 阿Frank 就向星島申訴王 指控韓子亮 由去年11月底 到今年6月間 即是7個月期間 用不同的理由 包括以信託遺產作為理由 以名牌底押借錢等方式 和他借了230萬港幣 至今未有還清 未有清還 不是還清 230萬 並質疑韓子亮 處心積累 借錢和乞以拖數 你說了 香港幾年有錢 要怎麼動一下 有幾萬萬被人騙的 阿Frank 聽不懂 啊 你了好不好 喂 不過這個世界上 什麼事都有了 你只想 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說 我認為這個禮拜最值得說的是 為什麼上期六合彩 可以是五個字一樣 厲害 為何我是對六合彩 早上午 сейчас才對這麼多 popular 要反對 我下午就看起來後來之後 後來又說 老婆 你至於étais下 我沒有留意了 我這麼神奇,你的機會率是低度,真是末世道 你這麼神奇,你五個字一樣 很少有 當然不可能 究竟六合彩,我們買了幾十年,有沒有兩期一模一樣的字 應該都沒有,不然有新聞 應該沒有吧 你們兩個都難得這樣 所以第二期就很嚴重 多數是哪些呢,馬會派特展 人們多數就不是說,我想沒有什麼人會跟上期開什麼,今期買什麼的 他們買那些,什麼連續五期,十期的那些 你一種開,四個字就四個字,五個字就五個字,這樣來種 好了 那麼 今年,原來這個韓子亮已經32歲了 他2013年,即是11年前 他21歲的年 用藝名,梁柏亭 Jero出道成為樂壇新人 So sorry 梁柏亭,我也沒有聽過 韓子亮,我也沒有聽過 但是同年的年底 即是2013年 他因為江郊勒索案 被判入獄26個月 就在2016年出獄後 復出 就被網民嘲笑是更生歌手 那我就覺得不應該嘲笑人的 但是 我真的沒有聽過 就算是更生歌手 江郊勒索案 有很多人傳出,包括自殺等等 而根據Frank說 他在2019年8月 經過男同性戀的交友APP 認識阿子亮 即是他都是基友來的 兩個人一直保持普通網友的關係 沒有特別聯繫 直到去年11月 韓子亮在他個人社交平台發文 韓子亮服飾過 約密信送院急救 遇有人探望請聯絡 事件隨即引起傳媒關注 報導韓子亮懷疑自殺的消息 Frank就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都覺得 那件事是真的 那件事是在講自殺事件 當時看到韓子亮在社交平台 貼文的post 形容 可能在性警方方面 大家有相同的事情 因此他相信真有歧視 於是在Instagram上威問 韓子亮 兩人就在去年11月25日 開始相約見面 為甚麼呢 很多人不需要他們兩位基 有沒有要追求的關係 有時候僅有些人 我也有些網友 經常在放負 基本上是不會來的 你要死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有些人真的會很緊張 看開一點 有些人會問 你現在在哪裡 甚至是相信他 現在這個韓子亮 你問我 就似乎在吊魚 好了 於是約到10月25日見面 11月25日見面 Frank說 當日去到子亮家裡聊天 子亮跟他說 他因為感情問題要自殺 不過說說說 最後又說到錢的問題 他說他洗大了 接著韓子亮就向他表示 爸爸留下遺產給他的 但做信託遺產需要請律師 律師費要五萬元 他連五萬元都沒有 問我可不可以借律師錢給他 第二天說 如果做了遺產可以分錢給我 給我一些好處或者利益給我 Frank說 當時可以半信半疑 接著韓子亮就把名牌袋直接送到他家裡 說可以抵押借錢 當時Frank說 借了三萬元給他 Frank說 自從11月25日借了三萬元給他 之後 對方在七個月內 先後以各種不同的理由 向他借錢 借了二百三十萬 真是太笨了 為何會這樣借呢 我當然研究過 通常第一項都是不情不願 不太相信的 但第二項 如果你不借 你就第一項沒有了 於是你又會借 越借越大 第三項都借了八十萬元 不敢再送上去 借了二十兩條給他 賺到一百元 又賺到一百元 繼續 好了 他說 韓子亮借錢你又煩多 例如信託遺產 要再加錢 要拍MV 製作海報 請舞蹈員 購買Rolores 和Chanel送給人 因為我們做這一項 不打得好這些 MV拍出都出不了 他指倆 自己畫上Youtube也可以 那阿Fank認 我是貪心 我是 但言語上 叫我叫得很親切 賭保 我愈來愈喜歡你 我想我喜歡了你 他甜言蜜語很厲害 他說不同的事 哄我開心 令你很容易借錢給他 不過 被問及兩個人關係的時候 阿Fank就說 嗯 我覺得我不算跟他 正是情侶關係 因為我連他的手掣都沒拖過 我去過他家兩三次 但沒有跟他發生任何關係 上了家兩三次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糟糕了 我不是 記住你這麼混亂 你也沒什麼用 老實講 老實講 如果是我 有個女兒是這樣的 我不要理真假 大家講錢就無謂了 是真是假 又不肯知 不如這樣 你也算有些知識 兩皮 大家長相識 我計你一千元 你欠個二十劑 你給我撿二十劑 我就給你兩皮 給你錢 你才可以 才給我一劑 然後寫下一張紙 還欠過十九劑 直接這樣講 看是怎樣 我跟大家講 是好想無賴 好想賤 閉起雙眼睛 心中感到清靜 但我告訴你 那些女人 如果真的沒有彎 很多都可以 問題是你自己想不想 成人知識 十有九眾 是嗎? 有沒有試過? 這些事我不需要跟你公開 十有九眾 是 喂 你想一下 他跟你都沒有什麼相識 嗯 要搞到跟你跑山 嗯 他就真的很窄 當然 當然 他可以 是 想著去騙你 按水魚 嗯 他不會制的 不會這樣給你 那你就避了水魚 嗯 避了做水魚 但如果你真的很困難 多數是制的 我告訴你 是什麼呢? 好了 他現在這樣 你立刻 叫你去脫衣 躺在那裡 即是說笑而已 哈哈 已經脫了衣了 不是啊 你當時 你當我是什麼人 為什麼呢 要吃女兒吃到盡 你當是說笑而已 是不是不夠啊 就給了他 是 咦 然後就走出去 咦 啤梨哥 原來這麼好人 你這樣吃女兒吃到盡 當然 當然 看他值多少 如果你說 他值五皮 那兩皮就OK 如果值兩皮 你給三七人 成人之危就是這樣 是吧 即是等於 賣樓一樣 幾個層樓 你不用理他幾次買回來 你現在是二百萬 喂 我裝修都不知道二百萬 不會想你 你等錢花嘛 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上 好了 而這個 他按咎 為什麼呢 不斷扔一扔 扔了二百三萬 沒有發生的任何關係 據朋友說 韓子亮在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 一直無間斷給他借錢 借到今年六月八號 因為一個訊息令他覺醒了 他說 當日 他收到一個黎智亞 是紫亮的WhatsApp號碼的訊息 對方 說是他的前經理人 就跟Franc說 喂 紫亮現在自殺了 入了私家醫院了 現在沒有錢出院了 Franc說 由於借給 紫亮的二百多萬裡面 一百多萬是來自他的老母的 而他老母一早就對 這個 韓紫亮懷疑了 於是 他老母 就打電話去醫院 譬如當他是姓保祿 醫院說 沒有這個病人入住紀錄 好了 事情爆了之後 事後 他媽媽要求韓紫亮 寫回借據 但是韓紫亮沒有還錢之餘 還不斷繼續跟Franc借錢 你說你多傻了 其實看樣子都知道 其後 韓紫亮更加文字訊息說 喂 如果你想收回錢 你再繼續借給我 阿Franc感嘆 其實他真的很狠心 我客人真的很委屈 雖然我一開始對他有些好感 但我現在什麼好感都沒有了 為求證事件的真偽 星島申訴王就聯絡這個韓紫亮 希望他可以作出回應 但是韓紫亮的回覆就是 老實實好老實 不如這樣 我給你一些勁料爆 不要搞我 因為我現在真的要重新工作 我不想下廢都是負面新聞 其實回應也是壞的 那個報道 有親報道也是不好的 這個是韓紫亮的說法 好了 你說老實實回應 但那次又沒有回應 有什麼勁料 沒有勁料 阿Franc隨後聯絡記者就說 他收到多個 來自韓紫亮的語音訊息 OK 要求他不要曝光這次事件 喂 你把語音訊息爆出來 你想一拍兩三 你覺得不舒服 你就說 如果你 你不借錢給我 你想搞到我不舒服 還是其他你照直說我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就是玩他 其後 韓紫亮真是怕我咬硬 就主動還回阿Franc五萬元 其實這件事 他不是 什麼 他有這個動作 你就很難搞掛 掛去 就是過去詐騙 爛了 就是有還人的動作 OK 好了 於是乎 星島申訴王就跟律師 質問律師 律師說 如果 要有客觀證據證明他 他借錢那一刻 就已經知道自己是沒有還的 你才告到去詐騙 嗯 這件事很難證明 他現在又還了一點給你 OK 另外 就是說 關於那個 反而我覺得較容易 就是關於那個圍捉的信託 因為 律師看過 說圍捉的信託 是不會有法院蓋印加章的 OK 而且就算要 說真的 那份圍捉的 蓋印的位置又不對 也都沒有列明 受益人的信罪 繼承信罪 也都沒有說過 信託人或者受託人 要做些什麼 所以 他說不排除 這個圍捉的內容 是剪貼方式做出來 或者網上downloads 如果是這樣 就是做文件 你反而容易搞 那麼 星島申訴王 就問警方 警方說 現在案件 就列作雜汗事件 就是未分類的 就說 建議報案人 如果有進一步的資料提供 就再聯絡警方 喏 那我的事情真的很煩 進一步的資料提供 反而是那個 圍捉 你又要 好了 你要證明那個圍捉是偽造 來跟你借錢 那就是詐騙 那就是刑事 但是你怎麼證明 他圍捉 圍捉是什麼 這些責任要找專業人士去搞 你有沒有心力去搞 你有沒有心力去搞 你有沒有想到我是他 你有沒有想到你唱開我 給你老母 那你警察現在這樣的態度 什麼雜汗事件 你覺得會不會 我希望申訴王幫到你 如果不是 你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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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什麼 你只是說那個 錢幣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都不記得那個 不是幣燒 那叫什麼 J JPASS JPASS 我都不記得 好 好 好 竟然有些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熟到不得熟 九龍城廣場頂樓 九龍城廣場的街是熟的 不用問我為什麼 根本是九龍城土瓜灣黃大仙區 我撩餘子長 好 竟然有人租了 那頂樓 好想靜 其實 在過去時間 頂樓那層 基本上都十七九空 有一段時間租了 給別人 伊函那些 用來擺架子 九龍城廣場 其實我都有一些良好的記憶 雖然他從來不旺 但在我兒子小時候 有時會跟他去 和我老婆去 最底層吃蒲菲的以前 很久了 十幾年前 竟然現在人租了三萬呎 月租六十五萬 即是二十元呎 二十元呎 我都多給他 為什麼呢 你不只是給尺租 你真的要燈油火納 你真的要請人 要搞 是不是真的要搞 他搞什麼呢 新租客大市投資 由兩名音樂人 擔大旗 打造創意商業空間 我不說得那麼死 因為我不知道音樂人 我懂不懂的 以舊城寨作為背景 引進 餐飲潮流換熱 誓要打造一個好玩的地方 喏 他說首先要吃住 九龍城寨的圍城熱潮 喂 香港的熱潮過了 我跟你說 九龍城寨 下面那兩部 會不會是這麼收得 我也很懷疑 那會有第二十年 不會 但是因為 可能要出來兩三年 是不是會再收得 我也在懷疑 但不要緊 我希望他好 好了 我們看看他講什麼 九龍城廣場 四樓半層樓面 面積三萬呎 地方那麼大 圍市雖然不算起眼 曾經由卡拉OK店成租 隨後業主經營家司店多年 最新 以每月六十萬租出 這六十萬是否真的六十萬 我懷疑 可能大家談點數 起碼說出去好聽些 OK 赤租二十元 新租客還要簽六年長約 將此空間名為城角 城就是城寨的城角 就是門字入面的角 就是角樓的角 據譜即將大變身 其實我一聽見這個叫城角 我突然不叫城寨 就算了 OK 好了 城角項目 營運總監司徒進橋表示 項目總投資三千萬 這樣又不算多 三萬呎 他說 將在這裡打造極具創意的商業空間 這個極具創意的商業空間是什麼呢 結合懷舊和朝換 除了引進一個寵物友善餐廳之外 他們還會有SPA的按摩店 和運動訓練學院等等 隻手可熱的行業之外 還會有事襲進駐 而且會預留空間作為表演和直播場地 結合救城寨吸引力和站身的潮流緩議 誓要打造一個好玩的地方 這樣說 我沒有看他的相片 我不知道幾年多 但是有魄力 他繼續說 九郎城其實不乏富裕家庭 不過很多飛了 他也是名校網 年輕人眾多 項目懷舊之餘 希望整件事年輕化 好像中環街市 南風沙廠 和長沙環 D2Place一樣 提供年輕人一個創業的地方 他又可以大租判給別人 由於空間大 他將會劃分為不同區域 可以長租或者短租 那你老實說 你如何去設計 如何大家互相配合的形象呢 然後是九五八八 你最慘的 夏年 因為你始終租得不滿 覺得商品吸引力又不夠 真是很難 我想到死了 城各項目的 另外有個策劃總監 崔可迪強調 香港有的東西 大陸都很多 唯獨城寨是香港獨有 這個空間除了區內外客之外 目標還要包括內地客 你都很大爭 這個市集和餐廳 以二維空間 漫畫風格 呈現舊時城寨 比較年輕化 而且在空間裏面 會有不同的商戶 緊密連指 小朋友又可以在那裡上課 媽媽也有休息地方 和做SPA 我沒有特別的事情 做SPA和香港做 在我這個人生裏面 在我留的成長年度裏面 不斷都遇到不同的老闆 我應該這樣說 在我人生裏面 是不斷有老闆找我 這十年就沒有了 我從來不會找老闆 但是我在老闆身邊 看見不斷有這一類 不要說這一類 不斷有人 會說這些project出來 但是為什麼他們 從來不扔錢 不過不要緊 我希望好運 我也想多個地方去 我們真的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叫做城寨 反而簡單簡單 叫做城寨 裡面有雞叫 甚至你不要說真的叫雞 做些牙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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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全部都不行了 要做牙衣 但是要做一些風味 是牙衣 但是要用那種風味來展示 真正做些椅子 像馬六甲食那些糧食餐廳 有些這樣的 喂 我告訴你 現在問那些年輕人 吃大煙 擺橫啊 擺橫啊 擺椅子 擺椅子 跟追龍 都好多飯 不肯同 吸毒都 拿針 不如做些 博物館收費 進去被人拍照 就好像荷蘭 阿姆斯特丹 那些什麽 什麽 沒有東西看的 做一個城寨 像養些的 收錢的 譬如有這麽多 有這麽大地方 那你現在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的 三萬呎 你做兩萬呎 在那兩萬呎裡面 是真是很像城寨的 裏面 真的要做到一次 裏面個別 真的會有些餐廳賣燒飯 是 是 入場都要收他三十元五十元 製造鬼屋可不可以 城寨太多 之類 有多隻老鼠 真的有三 不用真老鼠 真的三十元可以 那你都有人進去看 譬如你走過那裏 密室到 即是有一條人走出來 有個假老鼠走出來 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不要做這些 製造一個 劉世良出來 真的去到 真的去到 Ella那裏 不說 沒什麼好說 官吟嗎 老實說 看這件事 唉 你什麼真誠 休息一會